十年前他是一个温暖的哥哥 和妹妹玛丽相依为命 十年后再次重逢 却变成了万号解体者的变态杀人魔 刀下亡魂数以万计 就在不久前 枪头男十三在案件中拿到一份机密文件 文件分量之大 足以让世间所有改造人被销毁 消息已经传出 便引来各方势力的争夺 玛丽正在事物所时 一个闪光弹从窗外飞进来 紧接着大门被踹开 玛丽迅速带着朋友躲到房间里 很快就有几个全副武装的人闯进来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找到那份机密文件 玛丽关门的声音被听到 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房东很纳闷不是有EMS局警员在外面吗 现在怎么不来保护他们呢 入侵者开始扭动门把手 可下一秒就被门上的电流电晕过去了 原来这是玛丽早就安装的电流装置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今天这种情况 他们趁几人还没醒过来 迅速向外逃跑 出来后发现出路已经被堵住 正犹豫时 房东竟然被抓住了 玛丽带着铁朗从另外一条路逃跑 可铁朗却说要回去救房东 玛丽解释说他们手无寸铁回去也就不了 而且他们不是改造人也无法入侵控制 回去也只有被抓的份 就在这时看到负责保护他们的EMS警员 原来他们早就被入侵者干掉了 铁朗想要控制他们去解救房东 玛丽却不同意这么做 因为铁朗控制他受到致命伤的话 自己也同样有可能会死 可即便是如此 铁朗还是执意要这么做 正当他开始控制警员的时候 玛丽却挡在前面强行阻止 他就像是铁朗的医生一样 不可能看着自己的病人劳累到有猝死的可能 铁朗一气之下只身跑回去 下一秒就被抓了 原来这帮入侵者就是反对改造人的尖山组织 试图拿到那份秘密彻底摧毁世间所有改造人 没等房东继续讲完 就被一拳打晕过去 于是这两人变成了人质 将会被用来要挟交出机密文件 而玛丽则在屋顶看到这一切 小佐突然冒出来指引玛丽去一个地方 玛丽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察觉到不对劲还是跟上去 走过转角竟然看到失散多年的哥哥 留下一句话便迅速地离开了 事后玛丽在酒吧找到十三 EMS代理局长找上门来 他说玛丽哥哥虽然是个改造人 但他却在为反改造人组织尖山服务 制造了很多恐怖袭击事件 能够轻易将改造人拆得支灵破碎 因此得名解体者 最近得到消息他带了一支部队来到这里 他们让玛丽遇到这样危险的任务 特地前来道歉 十三说这是跟他们压根没什么关系 不需要这样虚伪的道歉 局长这才展露自己的真实意图 嘴上说是为了道歉 实际上还是为了得到机密文件 局长讽刺到朋友被抓还这么冷静 十三绷紧全身的肌肉紧到他们别再逼 局长可惹不起他 留下名片就溜了 然后便吩咐手下盯着玛丽 事后玛丽回忆自己的这个哥哥维克托 他两小时后被一个整备师收养 本来关系是不错的 但是后面哥哥开始对一体技术感兴趣 他就和养父的关系越来越差 养父后来变成了一个酒鬼 经常会对玛丽拳脚相加 每次都是哥哥站出来保护他 直到有一次哥哥忍无可忍杀死养父 为了跑路便丢下玛丽人间蒸发 十年以来只收到过一封信 哥哥说自己成了随军的一体师 话还没说完 天上突然掉下一块广告牌 原来是尖山组织的人过来要机密文件 十三扔掉广告牌走到他们面前 威胁的话还没说完遥控就被毁掉 一旁的壮汉立马发起攻击 十三轻易躲闪掉 随后一拳打到他身上 可这一拳却没有造成一点伤害 原来这装甲比普通改造人的后三倍不止 想要打败他那可太难了 十三没耐心听他吹牛逼 一秒二十拳打到他身上 随后抓住另外一个人询问人知的位置 结果他却是个硬骨头死活不肯地说 十三见状便把他掐死 像个垃圾一样丢掉 随后就要带玛丽去找哥哥维克托 因为维克托是十三的第一个客户 曾委托他保护妹妹玛丽 可现在他却派人来绑架自己的妹妹 十三要找他讨个说法 他们刚出发小佐就找过来了 他很多奈凡这东西怎么老跟着 大声质问背后操纵你的到底是谁 他突然摆出一个手枪的手势 十三立马想起来 他在军队时维克托是自己的专属一体师 曾经有过约定 如果觉得疼了就比划这个手势 见情况小佐大概要带他们见维克托 便一路跟过去 很快他们来到一家废弃厂房 十三让玛丽在门外等着 因为他要和维克托坐个两段 他独自向内走去 一脚踹开大门 发现里面有很多无头机甲 维克托很快出现了 不一样的 第四代 感谢观看